我们一样,请各位先帮我开启刚刚的这个范例 问题07 然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帮我把那个清单 这个清单的资料在云端上面有 云端第7-1里面 会第二页里面就有清单 OK,然后你就把这个部分 好像还没有把那个 OK,那再来的话第一件事,清单过来 第二个的话呢,当然我把它移回来好了 反正把它假扳,反正这个顺序就打散 那打散之后的话,我希望按照这个顺序去排列 大概就这样,很简单 只是说如果你不会用程式去解决问题的话 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说,你就浪费时间而已 第一个,你没有效率嘛 因为如果你这个很多的话,你要花多少力气 还有第二个就是说 你今天土法链钢,明天还要土法链钢 你加起来的时间浪费多少 但我的想法是说,如果你程式可以写出来 那下一次就不用再重排了 你顶多是把清单怎么样 重新再改一下,看你要怎么排 没关系他就按照这个顺序去做这个排列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刚刚提过,开发人员里面的这边 就是即时运算视窗,其实关键就这一行 序齿,假扳,move,特别注意哦 哪一个的前面的话,这个所以哪个工作表 你可以是index,第几个,你也可以是一个名称 然后你也可以是before,你也可以是after 那一般我们大家看到,我们是习惯直觉的 所以我要放在第一个的前面 所以理论上乙斑这个地方应该是放,这个应该它变二了 然后丙斑就变三了 OK,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产生一个像这样的程式 首先第一个,我们这边云端上面的话 其实就有程式啦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程式,我是放在第一个单元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话第五页的地方 所以首先的话,我们就写一个sub sub名称的话叫做什么 比如移动工作表,底线清单好了 假设我今天移动工作表是按照清单来做排序的话 所以写的方法也是跟前面一样 我们可以什么,先在VBA里面记得按右键 然后插入一个模组 这动作都一样,按右键插入模组 那第二个的话,在这边的话我们产生一个sub 所以sub名称的话叫什么 也许叫移动工作表,底线清单按Enter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就产生一个sub 接下来的话我们按照清单去做排序 不过可能要特别注意一点 其实最难的地方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清单 是放在哪一个呢? 放在假班这个工作表里面 所以特别注意 假设你是跨工作表 比如说你移动过来,你换到另外一个 那记得 你一定要跟他讲说在假班的这个位置 不然的话将来他会找不到清单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要写一个回圈 OK,因为我刚刚讲过 我要从那个 所以呢 基本上你可以拿这一行 假设你这一行会写的话 你可以先把它复制 贴到这边来 那这个当然就完成第一个动作 那底下的话当然就是要变更什么 把这个变成乙斑 然后这个变成二 OK,然后这个变成 再来变丙斑 然后再来变成三 所以哦 有两个地方要变动 那这个变动的话呢 用什么方式呢 可以让我们得到我们要的两个资料 第一个是什么 这个这个资料 那这个资料的话呢 我们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回圈 去取得什么 取得这边有没有 所以我可以写一个什么 回圈叫4i 等于什么呢 第二列 因为前面写过 到 第14列 Enter两下 打个NAS 然后呢 我要把这个资料 把它先取得 所以我把假扳的资料 放在X好了 X等于什么呢 等于Sales 的i列 的什么呢 逗点 i欄 那后面那个i是大写 而且前后记得要一个 文字 表示这个是哪一欄 所以呢我就是在第i列的第二栏 那就得到假扳 然后呢把假扳移动 所以这边的话把这一行移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OK 那这边的话呢就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X就可以了 好 那这边应该是OK的 可是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 城市会有个问题 当然你不要急着直接执行啦 因为执行跑太快了 我建议是按F8 我们可以怎么 先 游标放在这里 假扳 那把假扳移动到第1个的前面 OK 那你会发现它有没有移动 有了 假扳扳过来了 OK 那NAS的话你会发现 他 会抓 以扳 所以呢 以扳的话 不过会有个问题 这个地方的话 扳过来之后 假设我现在 这样子 那他一样是以扳OK 有没有 那我就把这个乙扳移动到第1个的前面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结果好像跟我们预期有点不一样 他会变成什么 颠倒了 变成说乙扳 跑到假扳的前面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把这个数字怎么样 他能不能 第一次是1 可是第2次的话呢 变2 那这样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 好那NAS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如果你现在抓 这个储存格的话 因为呢 我们刚刚 游标已经 从假扳 移到乙扳了 那乙扳里面的话 他的I欄里面 没有任何资料 所以 如果你现在去抓他的资料的话 你会发现 游标已经放乙扳了 不是放在假扳 所以呢 这个时候 X里面 会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X里面 应该是空的 有没有 那如果空的话呢 你叫他移动 那就错了 所以 这个地方 显然需要改一个 就是什么 哪一个工作表 里面的 这个范围 所以这些注意 在这个sales 请你记得 我拿这个来 把它复制贴 这边的话 记得怎么样 跟他讲说哪一个工作表 那一定 因为我的那个表 清单是放在假扳 所以呢 我就在这边加一个假扳 OK 假扳里面的啦 OK 这样的话 所以呢 我把它移 把它移回去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来看一下 这应该丙方OK了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把这个数字呢 按照 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2 第三次是3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拿i 做变化 那i的话 你可以怎么 把它改成 如果 把这边改成i的话 那它变成 它移动的话 会先移动到第2个 不对啊 那我要第1个怎么办 很简单嘛 你就-1 不就好了 那也就是说呢 当i第一次的话呢 它为2 -1 那就变1了 再来就3 3-1 不就2 所以其实 这样不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 所以特别注意 刚刚改的话 你可以在及时运算四窗的地方 把这个呢移动到这边来 OK 那差别 跟这样 应该是移动 移动到这边来 就这边 外面再包一个回圈 然后取得清单里面的资料 这样应该就OK了 所以把它停止掉 OK 然后呢 我把它搬回 假搬搬到这边来 以搬随便 反正就把它打散就对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游标其实这个时候不见得一定要切到假搬 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这边有写 序齿假搬 序齿假搬里面有清单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跑 当然如果你没有把握啦 除非说你已经很有把握 你再直接去run程式 但是如果没把握 我建议你还是按F8吧 F8 OK 然后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取得应该是 假搬 的名称 所以在这个清单里面 得到假搬 是不是假搬 你确定一下 4 然后移动到第1个 所以 I 减掉1 那就是 等于1 所以这个结果的话 他就移到第1个 OK 没错 再来跳回去 那再来的话 应该是移班了 所以呢 把移班 移到哪 所以你不要 I 下等于3 那3 减掉1的话 刚好就是 移动到第2个的前面 OK 所以我们可以移过来 没问题 所以一只类推啦 我就全部执行了 那你会发现 他就自动按照假到HIGH 所以呢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结果OPO 对不对 应该没错啦 甲、乙、丙、丁、悟 没错 最后一个HIGH班 那这样的话 就完成我们移动的 这个程式撰写 不过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当然也 不一定只有这样的写法啦 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 换另外一个方法 我可不可以用 before改成after 也可以啦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 刚好移动到 哪一个的后面 其实你如果要按照 按照这种顺序 你也可以嘛 反正先把 假班移动到最后 然后再把 笔班移动到最后 有没有 他其实会有一个效果 就是什么 反正你一直移动 他会 先移的 就会顶到前面去 所以这样其实倒也OK 所以呢 假如说 你要换一种写法的话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你想说 老师 这个你可以复制过来 如果你要颠倒 来写的话 你想说老师 我可不可以 颠倒 可以啦 你就是 一样清单这个地方不动 只是说移动到哪一个的最 这个地方你可以 这个名称改一下 这个叫 从清单2好了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after 也可以啦 你可以啦 你就改一个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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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哪一个呢 这个地方的话 最后一个 所以最后一个的话 那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最 前面好像我们有写过一个写法叫 sheet.com 所以你可以把这边改成什么 sheet.com 也就是说呢 总共有几个工作表 那回来 这个应该回传应该是13 意思说在13的最右边 所以如果你写成这样 apt 就是在 帮我移动到最后一个 的右边 那他变成说每一次 都会移过 所以你会发现 我这个按F8 假如说我换一个写法 用apt来写的话 那他一定是先把甲斑移动到最右边 甲斑过来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 再把 乙斑 移动到最右边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边乙斑 然后再把丙斑移动到最右边 那这样其实 最后执行结果的话 其实也会跟刚刚一模一样 那只是说最大的差别 其实就是把 before 有没有 改成after OK 这边的话有个地方 不一样 就是 这边的话一定是 第一是 1 2 3 4 5 6 一直往 那这边的话呢 比较简单 就是说 他一定是移动到最后一个 的右边 OK 两种写法 那至于哪一种写法 你觉得比较简单 反正你就写哪一个 都无所谓 因为我个人是 我当然比较习惯是 用第1个方法 为什么第2个方法 他比较直觉 就按照我们好像 人工 平常在做的这些 逻辑动作 去跑程式 那下面这个的话 也还蛮常用到 因为 就是 最简单 这个地方不需要挨 只要should.com 不过只是说你可能要 稍微背一下这个should.com 总共有几个工作表 他回来的话就帮你算完 这边好像总共13个 所以这里面的话 数字就变13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再把 这边 OK 停止一下 好